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1月28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 胡指胡威,还有胡玉镜老师 今天这个胡适啊 基本上就是个震荡走势啊 尾盘有个小幅的跳水 胡适跌0.43% 跌破了3300点 两市成交量啊 15256亿 比昨天稍微多了嘛 300亿 明显的啊,你可以看 最近这个成交量 似乎是下了一个台阶 对吧,再下两个台阶 差不多就是一万亿以下了 形势就不妙了 今天这个盘面上啊 上涨的一半 下跌个股也基本上占一半 尾盘那些腰股啊 好像在跳水 昨天的反弹啊 应该是跟小纵容有关 跟这个市场啊 对12月份经济会议 有所期待 又有各种小道消息传出来 所以引起这资金的异动 资金一异动 这些油资啊 对吧,这些朝那腰股的 就非常活跃 但是啊,每次对会议的期待 十一八九都要落空 这种玩法啊 一次两次可以 三次四次 恐怕就不行了 疲劳了 今天上午啊 日出东方 一字暂停 这个名字就很霸气啊 日出东方啊 迎来了 19天 15个暂停板 关键是啊 带有东方字样的股票 也就是所谓的东方概念股 再度活跃 浙江东方 东方创业 大东方 东方加盛 东方还宇 东方制造 等个股暂停 贝斯达克 最近市场关注度很高 今天上午再度20%暂停 迎来六天五板 大家知道为什么贝斯达克 能够涨20% 连涨六天吗 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啊 倒过来念 叫可达十倍 你说这叫什么市场 这么一说啊 穿大之盛 都显得有点这个 儿科啊 都显得还有一点 这个叫什么 正经 过于严谨了 贝斯达克 反过来叫可达十倍 居然六天五板 他一个暂停是20% 名字玄学行情 引人关注 11月20日 日出东方 善演天地板 当天名字中 带有东方的个股 掀起暂停潮 随后 在相关个股 连续暂停影响下 11月22日 股票代码后两位 数字相同的个股 掀起暂停潮 11月26日 猪老六 三维通信 263712 等多字名字中 还有数字的个股 大涨或暂停 在此期间 市场还在不断挖掘 所谓 生肖蛇概念股 理由五花八门 有名字中喊蛇的 董事长 属蛇的 如果说你这公司名字 终于没有蛇 然后老板呢 这个生肖 也不是蛇 那么不要紧 你公司养蛇的也行 实在说 公司也不养蛇 不要紧 你的股票的名字 只要有带蛇的这个童鹰 都能成为善长的理由 你说非要说这样的市场 叫牛市 叫什么 信心牛 什么 估值牛 这些专家 怎么好意思叫专家 就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 就这么忽悠韭菜啊 所以说现在啊 很多人都知道啊 也有很多说法 本轮牛市啊 所谓的牛市啊 最大的问题是 机构都不相信 也就是没有机构相信这是个牛市 但是啊 他们嘴上吹着这是牛市 呼吁那些小伞进来 疯狂的叫什么 祭骨穿花 来接最后一报 北京商报又报道啊 说被恶炒的新骨 别去追 追高者 基本上是只善富贵 最终可能都已大亏离场 北京商报发布文章称 红四方善市首日 涨幅超过19倍 就是昨天呢 涨了19倍嘛 红四方 次日大跌近五成 追高的投资者 损失惨重 得如善市首日 遭遇恶炒的新骨 投资者最好不要参与 高估的估值 始终会回归 新骨的投机情绪 很容易 非理性的暴涨之后 一定会有大幅度调整 从善市后第二天的换手率来看 已经有超过八成的股票卖出 这里面可能有善市首日 没来得及卖的 8.32%的持股 也可能有善市当天 追高买入的投资者 总之 对如红四方 这样的新骨首日炒作 追高者 基本上都是至上富贵 最终可能都是一大亏离产 昨天我就说了啊 这就是监管呢 一味的讨好这些散户 本来为了抑制新骨这种 屋里头炒作 这种爆炒 最后一地鸡苗 一地鸡毛 最后还是金融消费者买单 套牢的都是那些散户 本来啊 搞了一个叫 融券做空 就是为了抑制新骨爆炒 结果在这个小散和专家 还有什么学者的呼吁之下 深深的啊 把这个工具 就融券做多的工具 给停掉了 一停掉 这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新骨就遭到爆炒 所以这个监管啊 就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现在媒体又跳出来 号召大家不要去炒新骨 有什么用呢 玩来玩去 都是这种猫舟耗子的游戏啊 这么下去啊 要不了多少天呢 这些金融消费者又酷死酷活 又哭蝶喊娘 要求啊 这个遏制炒新骨 打新骨的这个 腰疯 邪气 又要这个监管 触手管一管 这个经济日报 叫金光平 又发了一个文章 评论啊 他说 针对财务造假 顽疾 中国证监会 加强 布计协调和 央帝协同 构建 综合 惩防 体系 开展 打击 上市公司 财务造假 专项行动 今年前十个月 共查办相关案件 658件 罚莫款 金额 110亿元 超过去年全年 开展专项行动 反映出监管部门 对财务造假 零容忍 正以更严的要求 更大的力度 使得举措 严打财务造假者 铲除 造假 资深土壤 相关数据表明 过去一段时间 上市公司 还存在相当多的造假问题 据此前 证监会披露 某企业连续 十多年 财务造假 虚增营业收入 超过百亿元 让人瞠目结舌 我昨天也说了 监管部门 敬而不止 年年都打假 各种花式打假 有什么用呢 关键你是零容忍 你抓住的就乘除 实际上是罚酒三杯 造假上百亿的 你罚了几百万 有什么用啊 什么叫零容忍呢 一旦造假就退市 能不能做得到 只有这种高压 一造假 他就完蛋了 只要造假 就是自寻觉露 咱们这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重拿轻放 所以就要黏一黏打假 这个假是打不完的 这么打假 就让人感觉是 监管资深出问题了 就像那个皮袍子上 都是狮子 他就是不愿意 自己去洗个澡 就是不愿意 把皮袍子拖下来 彻底处理消消毒 他就愿意 在皮袍子上 隔一段时间 找几个狮子出来 当众捏死 老是这么玩 新浪基金报道 公募市场又见老储仓 11月27日 四川证件局 发布公告表示 基金经理某页存在 泄露公开信息 民事暗示他人 从事相关交易行为的 违法行为 对其责令改正 合计罚末 154.2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公告多个线索 直接指向 浸达澳亚基金副总经理 基金经理李书彦 有业内人士表示 在任基金经理被处罚 所在公募 在行业的口碑品牌 也可能遭受负面影响 下一步相关公司还应该加强 关键岗位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行为规范教育 对关键岗位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你看看 也就是罚150万 然后教育 你看这不就是重拿侵犯吗 就罚酒三杯 基金经理做老储仓 罚酒三杯 对吧 应该是对这支基金 这个基金公司 叫一票否决 你只要有老储仓这种 提人家去高位站岗的 利益输送的 一票否决 对吧 直接清算就完了 这种害群之马 你还留着他干什么呢 你只要留着他 他就想办法帮他150万 他从别的地方找不回来 最近杭州交通台 报道了一个杭州的股民 寻求刺激 投150万 怎么来胡适坐庄 被坑惨 说今年11月15号 周大班 在抖音平台 结识了一位投资理财博主 并添加了对方的微信账号 对方称 他们有一个专业的炒股群 里面有资深专家 现在正在联合股民 打算将散户们组织起来 成立一个散户联盟 大家集资钱款 联合作庄 赚大钱 这个周大爷啊 说啊 我炒股几十年 大部分都是亏钱的 也需要大师 好好指导一下 抱着学习的心态 这个周大爷 被拉入了一个名为 龙虎榜的微信群聊内 群聊中的两位炒股大师 分别是江我某 赵某某 纯聊中有100多号人 两位老师每天在里面 讲股票知识 推荐 值得入手的股票 他们推荐的股票 确实还可以 讲的内容也很专业 我当时觉得老师 确实有点水平 这个周大爷说啊 观察几日后 周大爷逐渐对 所谓的大师 产生信任感 两位老师说啊 炒股真正赚钱的 就是要联合作庄 目前 他们已经和某家 上市公司谈妥了 联合了3000多位股民 筹集到了 20多亿元的资金 但距离作庄 还差几亿元的资金 需要大家一起投钱 创造财富神话 据了解 两位大师在群聊中 以联合作庄 资金不足 需要进一步筹资 虚拟货币为由 号召群内成员 投资虚拟货币 投资的方法 是通过一网址 点击下载一款名为 三小信的APP 并在该平坛 进一步转战充值 这个数字货币 名头比较正规 是新加坡的 政府交易所创办的 一开始 对方先给我们 每个人免费送了 100个数字币 价值100美元 我按照指示 在他们的提供的平台上 进行交易 结果立马就赚了 192美元 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们这是在放长线 钓大鱼 周大爷说 看到有可观的收益之后 周大爷继续加大投入 在该平台连续 转战充值三笔 共计150万元 需要将人民币 让汇还到平台 指定银行卡账户 平台会自动将充值人民币 换成美元 我一共转了150万元人民币 紧接着就接到了 杭州反诈中心的电话 并告知我对方的银行卡 账户有风险 我赶紧在平台上申请退款 但迟迟没反应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赶紧报警 周大爷表示 自己将全部身家投入 目前后悔不已 我老婆因为这件事 不停的和我闹毛疼 现在想想 都怪自己智商太低了 不是智商低 而是贪 这个被骗是活该啊 这骗子确实是在按智商啊 重新分配财富 就这样的人 他就不配有150万 所以我是建议啊 很多散户不要去炒股 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场 你一旦炒股了 你肯定赚不到钱 你会失望 你最终啊 恐怕就觉得自己 交系不够灵通 然后你的这个 个人技术不够厉害 不够敏锐 胆子不够大 最后啊 你很有可能就被这些骗子利用 对那些什么股神啊 开始膜拜 连胡锡进老师都难逃 这个俗套啊 到了周末都到处参加各种放局 去打听这些股票内幕 跟那些基金经理 讨近乎 每期明约就交流 实际上就是对自己不自信 到处东打听西打听 跟那所谓的股神 去取取金 普通的韭菜呢 没有这样的资源 大家在抖音上 在网上到处找 这不就是一拍即合吗 你不删单 谁删单 所以我一直说啊 这个胡适这么整 这个不像是正经的 搞经济的一个搞法 总是有那么一种 投机取巧在里面 妄图啊 通过拉股市来搞活经济 这是本末倒置 十分优害的 没有经济基本面 做支撑的炒股啊 或者所谓的资本市场 本质上是一种 截贫即富 让穷人更穷 让那些赌徒 那些拿着几万 十万 二十万的 一百万 想进去赌博的 想博一个什么 财富自由的 最后是裤子都没了 那些大股东 那些在里面 为非作歹的 那些 违法乱机的 反而是赚的 捧马骨吗 不就是截贫即富吗 但是为什么 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 都还要乐在其中呢 积极参与呢 就是因为自己 应该不是那个 最傻的一个 应该还有比自己 更傻的 去接最后一棒 总觉得自己啊 对吧 忌骨穿花 他能侥幸逃脱 这个美日财经报道啊 说 红达高科董事长 高点 精准掏现 七千万 等了十年后 红达高科 自称 抓住了市场机会 减持了其参股的 另一家A股公司 海宁皮城的 部分股票 11月27日 晚 红达高科公告 近日 公司抓住市场机会 出售了部分持有的 海宁皮城股票 截至公告日 公司本次通过 证券交易所 集中净价交易方式 出售 海宁皮城股份 共计 一千一百一十五万股 成交均价 六点四三元 每股 成交金额 七千一百六十六万元 由于它这个减持价格 在六点四二元 每股 所以根据测算 其绝大部分 甚至全部股份 减持十点在 11月22日和25日 而这也恰恰是 海宁皮城 近期股价高点 减持时机 堪称精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红达高科 在十几年前 恐怕就是海宁皮城 上市的时候 他的前几大股东 参与他上市的 持有十年了 一直是 没一个好的减持机会 也就是股价不够高 而这一次 等了十年 这个价格合适了六块多 人家作为这个 重要股东 是有百分之二点几 至少是千十大股东 人家选择减持跑路 也有多少金融消费者 消散 逆势进场 人家作为大股东 重要股东 都是万初跑 但是中小投资者 是往火场里跑 叫最美逆行人 我们再看看 这两天比较活跃的 办一下投资的 比倍 也可能前一阵子 说话说过了 是不是被有关部门谈话了 他说骗我一次可以 骗我两次可以 骗我三次实在说不过去了 这回立马也要挽回 这个负面影响 办下投资 李贝说 对明年中国依然有信心 预计中国股票 明年表现会更好 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有两个原因 一 我们有个年轻的身体 第二 就是我国有大量的资源 你说这哪个哪儿 这个李贝 他说不认同把中国做九十年代日本比较 为什么呢 他说日本那时候是一个中老年人 而中国现在是个青壮年人 用经济数据证明 比如说我们的城镇化率 现在其实在六十多 日本那个时候应该是八十以上 我国人均GDP是一万多美金 日本那个时候其实跟美国已经差不多 再比如我们的工业化的升级程度 大概相当说七十年代的日本 那我们是在中年时期遇到挫折 而不是中老年时期就体现了我国 其实非常有潜力 他说这个真不容易啊 这叫强行抗好中国经济 日本遇到危机的时候是个老年人 咱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是个青壮年 能扛得住 就这意思 也不知道谁找到谈话的 只能说啊 这个谈话的效果非常好 最近啊 据说啊 这个富途在裁员 现在又传出这个小道消息 说这个富途裁员闹大了 富途的员工啊 现在在那个鞋子楼啊 在公司那举牌示威维权 说明券商日子并没有好起来 我们再看看 这胡逊老师啊 他昨天发了个微博 他说啊 坚决支持人民日报的文章 什么文章呢 大概人民日报就说了啊 叫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主要是 对最近发生极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极端案件 性质极其恶劣 对此我们要必须深刻汲取教训主义反三 始终保持和鱼鱼薄冰的高度警觉 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加大打击治理防范力度 全民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这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这样的文章 后面还很长啊 胡逊老师说啊 坚决支持人民日报文章 以极端行为报复社会伤害他人 这样的恶劣行径 罪无可设 除了国家采取加大打击力度 这胡逊说啊 社会舆论一定要强化 对报复社会极端犯罪的谴责 绝不让罪犯有任何他们可能受到同情的幻想 这样的旗帜鲜明 同样至关重要 说白了就是这说到了网络环境 他说特别是在这种案件发生的第一时间 语论的火力应该顺速集中谴责罪犯的兽刑 高扬正义 让正义之声雷霆万钧 这当中道义是绝对的 既无论这种犯罪 有无具体出发原因 他都善天害理 是绝对的罪恶 犯罪者无可开脱 必一臭万年 我们必须放大这样的声音 我们的社会并不完美 国家并会不断加强改善基层治理 缓解各种矛盾 但这一切绝不会动摇我们对义报复社会 犯罪的生物统绝 我们对他们谴责永远是压倒性 毫不犹豫 这个胡锦老师这个评论 恰恰说明胡锦老师精神已经分裂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他把这个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国家层面要加大打击力度 这个没毛病 第二个层面它是舆论这一块 那舆论这块呢 要形成一个对这种危害社会这种行为的一个高压态势 要第一时间谴责 不要给他们任何同情以及声援 问题恰恰出在这 胡锦老师是罪魁祸首 是实作俑者 网上舆论啊 有今天这个局面 都是胡锦老师 有这个叫一定的功劳 胡锦老师和他的老朋友加特老师 还有个叫北大的三妈呀 这是三驾马车 当年叱咤风云 把他们所谓的公知全部打倒 举报交号 他们在打倒这些所谓的啊 带引号的公知过程中啊 对吧 采取的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煽动 对立 极端 然后搞民粹 民族主义 这个历历在目啊 胡锦老师公开已经忘了 对吧 今天这个局面跟他有莫大的关系 就是他是推波助澜的 即便是现在啊 胡锦老师似乎跟加特老师 有点分道扬镳的意思 但是也没有看出胡锦老师 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他说啊 舆论第一时间 要谴责这些暴徒 那问题来了 那苏州 深圳 两起针对日本人的这个犯罪行径 而且是个学生啊 胡锦老师说了什么呢 这该不该谴责 但是网上 胡锦老师的拥躲们 加特的粉丝们 那都是在叫好啊 胡锦老师难道不应该反省吗 对吧 所以你看那写的义正言辞啊 都是指责别人容易 自己不反省 出了事好像跟他没关系 功劳呢肯定是有他一份 责任跟他没关系 对吧 为这个侵略者辩护 同情这个暴恐分子 哈马斯 胡锦老师有没有 一边嘴上喊着啊 什么让正义之声 雷霆万钧 胡锦老师知道什么叫正义吗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叫正义吗 现在在 在胡锦老师嘴里面 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 那是不正义的 是不道德的 就是连正义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他居然说让正义之声 雷霆万钧 这不可笑吗 对恶意报复社会犯罪的 生物痛绝 那报复这些日籍的 在中国的日本人 要不要生物痛绝 所以胡锦老师该 以什么样的面目 面对他以前的那些粉丝 他的拥护者 对吧 夹头老师在这里面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如果这些得不到清算 胡锦老师现在喊着这些 就显得很可笑 这个叫贼喊捉贼 我们应该等着胡锦老师反省 我相信他总有一天 他会反省 最后我们再看一段 这个维吾老师 这个逆天的言行 维吾老师每天都有新的发现 大家看视频 你还一定要了解 特朗普的知识结构 他是非常老化的 你看一个是知识明显的不足 你比方说他很晚才知道 英国是拥有核武器的 芬兰是个独立国家 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原来都不知道 他讲话也讲出去了 这是维吾老师在 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里面 讲的一段话 当然不是最新的 根本是前几天的 他说特朗普的知识结构不够新 这个特朗普的知识结构怎么样 这个不在咱们讨论范围之内 我想说的是 这个维吾老师 他像很多俄罗斯人一样 因为他是黄俄 所以把他归到俄罗斯那边 讨论比较好 他跟很多俄罗斯人是一样的 他认为总统应该是 踏着七彩翔云 那个光芒万丈 完美无缺 不仅什么都懂 而且要会开飞机 要会开坦克 还要会开汽车 能跟熊搏斗 对吧 善至天文 下至地理 开善坦克 能够带领大家冲锋 打仗 坐到办公室 能够治理国家 对吧 指导这个央行 然后再制定各种 什么行业发展政策 也就是说 在维吾老师和这些俄罗斯人眼里 总统这应该是个全才 可偏偏美国就不是这样子 美国每一届总统选上来之后 大家看着都是看笑话 觉得好玩 说错话 滑稽 比比皆是 一点都不影响美国 是第一大国 对吧 一点都不影响美国 实力最强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 他就不停的宣传 整化普京 当然还有那个曹县 那都是宣传 白头山血统 那是神势 他血跟你们都不一样 身上流弹的血液都不一样 就不要说能力了 知识 老师 他那个逻辑的起点 他的根源 实际上就是过去天子 对吧 你是天的儿子 这个普京 实际上也是天的儿子 这样就更好了 这样他当这个俄罗斯总统 那就名正言顺 是上天赋予的 你们都受着吧 我美无瑕 不就这意思吗 人家美国人选的是个总统 又不是选科学家 又不是选什么 经济学家获得者 也不是选个文学家 人家就是两个人里面 选个顺眼的 虽然特朗普要当总统 但美国不是特朗普 一个人说了算 不是他一拍脑门 啥混蛋事都能干出来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